生活中有一些人对人处事时,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恶口,量舌他人,在假面前说义不好,在义面前说假太差,且自作聪明认为两边都会占便宜,殊不知只要假一贵面,沟通,丑恶立险,信任之强轰然倒他之时,也是贵人,好有疏远之日。 有人说,不要去欺骗别人,因为你能骗到的人,都是相信你的人,人有善念,天必佑之,俘虏随之,众神伟之,众贤远之,众人成之,众无从者,即单生下一个人字,孤单寡人了,可即使是个人字,简单的一撇一纳,结构也是互相支撑的,虽然谁都认识,谁都会写,但你仔细品味一番, 发现他所包含的意思却十分深刻,人字像两条腿,撑着一截正直的脊梁,撑着一颗向上的头颅,昂然挺立于天地间,人子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,你看那一撇依赖紧紧的靠在一起,密不可分,像斟酌人是需要相互帮助的。 人字像杀的两条线,似乎是延伸着的,招式着人们脉动双脚踏实地向前走,做人好,事就会好,一个内心阳光喜悦的人,碰到的所有事都会是好事,一个内心阴暗痛苦的人,碰到的所有事都会是坏事,欲望源于内在的恐惧,因在自私自利, 愿望源于内在的大爱,因在正面利他,人,不要总想拥有多少多少的财富金钱,而要思考,我凭什么可以拥有那么多的钱,后得在物,我的得行是否足够,承载这么多的物质财富,格不配位,必高三样,大学云,物格而后知智,知智而后议成,议成而后新政,新政而后深修,深修而后加齐,加齐而后国际, 不只是意好,故,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因世界以修善来本,人一定是先修成那样的人,才会得到那样的机会,才会有后面所谓的成功,你是世界的因,世界只是你的果,种子不良,精不好,就别妄想开出好花,结出好果,种子是透过身与你三门所种,不怕念起,就怕叫吃,你的每个念头都是种子, 你的世界只是它开的花,善念,开出花朵,恶念,变成肿瘤,切记,唯有种下不可思议的种子,才会尝出不可思议的树,才可能结出不可思议的果子 人这辈子就是伺候人的,而不是伺候事的,这个世界没多少事要做,人永远必事情重要,人好了,事就好了,物有本末,事有忠实,人每日三行无声,跪在之本,行道,而非忘语连篇的巨人,行动落实的诸如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